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耶稣在前一天教导赶鬼医病 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 又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鬼父的来到耶稣跟前 我们相信当耶稣忙碌服侍了一天后 一定身心俱疲 岛头就睡了 次日早晨应该是补眠的时候 但是耶稣仍然是天未亮的时候 大概是早晨三点到六点之间 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了 耶稣早起祷告的榜样 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学习 早起在今天工业化的社会 已经变成了一个稀有的名词 年轻的一代在大学就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 成家立业后除了为工作或送孩子上学外 也还是习惯睡到不得不起来的时候 这一件事是看手机看新闻 忙着做早餐送孩子上学 然而神的儿女 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 应当就是去亲近神 就是起来祷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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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